刘培元的英文秘籍 十有英文包万象 第十三集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就是都一组一组相关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 写 假如我们有机会写英文 或者跟外国人讲话或者等等的 有时候聊天啊 都是聊一个话题 我们不会说这边聊两句那边聊两句 一个话题啊 比如说假如这集聊到了各国啊 或者是都市啊 它的首都啊 有时候觉得 哎 美国首都啊 我知道啊 英国首都知道 法国知道啊 待会老外突然聊到希腊 或者我们突然聊到德国 哎 这个其他首都一下搞不清楚啊 所以这个 这个单元啊 就是说相关的啊 一个话题 那比如说我们 这一集弄两组 有时候弄三组啊 长一点弄两组啊 短一点弄三组 就是主要国家啊 他们不可能全部了 没那么多时间啊 就是比较主要的啊 主要的国家啊 它的首都 长一点知识 长一点知识 因为像华人一般啊 没有不太有国际观啊 不太有国际观 因为像一般都是 注意自己的啊 自己周遭的事情啊 国际上的事情 不太注意 所以像台湾 没什么国际新闻 很少啊 就是台湾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 大概知道啊 其他的国际上 哎呦关我屁事啊 所以台湾最喜欢讲 关我屁事啊 可是 你就不要出国啊 或者认识外国人 一认识外国人 一出国人 人家说 什么台湾那么无知啊 大陆也差不多 大陆也好都差不多啊 所以做人啊 就有一点国际知识 比较好一点啊 因为像大陆 集会出国嘛 或者念书啊 旅游啊等等啊 那另外第二组 我们讲 这个一般流行歌啊 有时候说 哎流行歌怎么讲啊 摇滚好像会啊 灵魂好像也会啊 重金属就有点搞不清楚啊 蓝调好像知道啊 爵士知道啊 明歌搞不清楚 福音歌搞不清楚啊 就是一组一组的啊 这个意思 那顺便我们也讲一下 比较正确的发音 当然我发音也很烂啊 但是至少啊 这个 这个发音我研究过一些啊 就是大概八九不离十吧 虽然不敢跟老外比啊 但是 发音 我的发音基本上 就每次发音大概 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就你学我的发音 你模仿发音 大概冲不到哪里去 像 法国啊 我们是首都写 前面是首都 后面才是 才是这个国家 在国际上呢 也是先写 先写城市再写国家 啊 那也是先写名字 再写信啊 但有的时候信在前面 可以啊 但是信在前面啊 就在一个斗点 在一个名字啊 如果没有斗点的话 就是名字在前面 因为他们的习惯嘛 名字在前面 信在后面 可是他有时候也知道 很多华人啊 信在前面他也知道 所以他就 信下来前面可以 然后再加一个斗点 然后才是名字 就表示区分看来 就不是 不是西方式的写法啊 就迁就东方人啊 就像李安嘛 当初叫安利安利 是也对啊 他姓李啊 他的英文名叫安啊 安利 可是一到东方都叫李安 李安李安 李大逃逸 李大逃逸 没有人叫安利 所以外国也觉得很奇怪 一到中国啊 一到台湾啊 大家都叫李安 只有他叫安利 也很奇怪 所以他也跟着叫李安 可是写的时候 要先写一个利 一个斗点在安啊 巴黎呢 是Paris Paris 那法国人很奇怪啊 像这个英国啊 就加一个ER Londoner 那法国人叫Parisian 所以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啊 这个莫斯科的那个字 很难写 莫斯科居民啊 所以这个首都啊 还有他首都的人 有的时候加ER就可以 有的时候不一定 法国Parisian 不规则 或者 这个 伦敦 Londoner 加ER就可以啊 那像意大利 这个罗马 Romer就可以啊 法国啊 欧洲的 Paris 那当然 那个 他们这个都是 翻成英文啊 他们念Pahi Pahi Pahi 没有S Pahi 这个法文 德文文一窍不通啊 我们只说大概知道 那英国的首都 伦敦 London 他不念London 所以英文字啊 很多字母 你看起来像O 你就觉得应该念O London London 不对 不是London London 所以英文的单字啊 跟实际上的发音啊 两回事 有的时候是对 没有错啊 一般O 他也发O 但是不规则啊 很多发A 那有的时候是卷音的 O 有时候不卷音的戴London O 两个不太一样啊 London London 因为伦敦呢 分四 伦敦 不是啊 英国啊 是一个国家 可是他可以当四个国家 一般人就奇怪 英国这个国家怎么分四个国家 但是对英国啊 我们应该叫不列颠啊 他四个国家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北爱尔兰 他各自有首相啊 所以英国有几个首相 五个首相 就像美国有几个宪法 五十一个宪法 五十一个州各州宪法 各州有参众议院啊 是这个联邦制 英国也是一样 他有四个首相 他每一个地方啊 这四个都有 这是跟历史背景啊 各有各的法律啊 等于是独立的啊 当然对外来讲 对外来讲是一个首相啊 对内来讲四个 然后一大堆是Rome Rome 因为他是从那个 当初最早啊 建立罗马的传说中的啊 一堆兄弟 Romers 过来的 Rome 那柏林 Bling 他念第二个音节 Bling Bling 雅典 Ethens 又有人念Ethens 一般念Ethens 比较多啊 Ethens 但是他加S 你说雅典Ethens 奇怪他加Ethens 当然又有人直接讲Ethens 不加S 不加S也有 他应该是不加S啊 Ethens 应该不加S啊 Bussell 这个也是不加S啊 当初整理资料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搞加S Ethens 那布鲁塞尔是Bussell Bussell 也是这个音节 比利时小国啊 布鲁塞尔 可是很有钱啊 所以中国有些国家 小微小啊 比利时啊 瑞士啊 盧森堡啊 还有更小的国家 这个 都很有钱啊 就国民所得很高啊 社会福利做得很好 匈牙利首都呢 Budepest Budepest 所以他是黄种人 黄种人很多啊 有人说匈牙利嘛 匈就是 Hungary 就是大汉啊 蒙古大汉 Hungary 就是子民 大汉子民 所以你去看匈牙利亚 当然像白人的也不少啊 但有些就像黄种人啊 尤其有点像这个 中亚民族啊 中亚很大啊 葡萄牙 所谓Lisbon Lisbon 因为西南欧啊 两个国家 西班牙葡萄牙 我们看一下 两个亚 西班牙跟葡萄牙 它又叫伊比利班岛 我们叫伊比利猪啊 就那边过来的啊 丹麦所谓 Copenhagen 不是 不是 Copenhagen 不是念 Hagen Copenhagen 都是 从当地画 这些从葡萄牙画 从丹麦画过来 所以英文是这样子啊 可是他们自己的话啊 是由他们自己的发音啊 这边是英文翻过来 跟他们自己当地的发音 有一点出入 爱尔兰叫 Dublin Dublin 又有人念Dublin Dublin 一般念Dublin 爱尔兰 Dublin 所以Dublin Dublin的英文 我们听不太懂 听不太懂 像那个加拿大 澳洲啊 纽西兰啊 这些听起来 差不多八九不历史 有腔调 那美国又很大 美国又东南西北啊 中部啊 中西部 发音也是不一样 所以美国基本上 东部啊 比较接近 英国的口音 比较接近 那中西部呢 尤其南部啊 那发音就是 比较是我们讲的 美式发音 所以美式发音 时间久了 有些音就是 英国啊 没有那个音 所以像那个蝴蝶音 E E 这种音没有 所以英国人觉得 美国人这个人 都是我的子孙啊 这个发音很土啊 那美国人也觉得 英国人的发音 这个太 太雅文绝世了 而且那个字啊 太拘腻了 所以两边互相看不顺眼 有这种 有这种差异啊 那芬兰首都 Helsinki Helsinki 都北欧 芬兰 挪威 瑞典 再加上它南部的丹麦 丹麦 不是北欧那个三大国 北欧那个三大国呢 就靠近苏联那边啊 是 挪威 瑞典 芬兰 芬兰就是跟 苏尔靠在一起 这个 伊比利半岛另外一颗牙 叫西班牙 Madrid 马德里 马德里 Madrid 苏尔首都 Moscow 莫斯科 Moscow 挪威首都呢 Oslo 又要念Oslo 又要念Oslo 我们念Oslo好了 Oslo 捷克首都 Prag 布拉格的春天啊 很有名的 拍电影啊小说啊 布拉格的春天 Prag 这是蝴蝶音 Prag 那瑞典首都呢 斯特格尔摩 Stuckholm Stuckholm 奥地利首都 Vienna Vienna 布拉首都 华莎 Wassall Wassall 我们再念一次 Paris Paris London London Ram Ram Berlin Berlin Eython Eython Persel Persel Budapest Budapest Lisbon Lisbon Kopen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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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ling Eyernian Dubling Hellersenky Hellersenky Madrid Madrid Mashko Mashko Oslo Oslo Prag Prag Stuckholm Stuckholm Vienna Vienna Warsall Warsall 这些都是英文啊 真的你到这些国家去啊 当地人他们的发音就不一样 奇怪啊 那种发音跟我不一样 那以他们为准啊 在国际上是以英文为准 但到到 因为他是从当地 语言过来 所以到当地 以他的发音为主啊 就像外国人说啊 北京 Pekin 都有 那我们就北京嘛 但到哪个人 当然是我们普通话 北京 北京 那外国人他可能 发不出来北京 他只能 Pe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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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以我们这边为准 那流行歌一般叫 Pub Sounds Pub Sounds Pub有很多意思啊 爆米花或者 嘣一声 爆出来的一个声音 也可以是流行通俗 所以要一字多语 所以我下面有个单元叫一字多语 我有十五个单元 我们先看看 我这十五个单元啊 这个核心啊 核心的部分 是这十二个 这十二个是我的核心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原创 不可能 这英文不是我发明的 可是我可以有研究方法 这是我的研究方法 那当然呢 也不是独家啦 这个有的很多视频啊 很多书啊 这个很多英文教科书啊 参考书啊 或一般写的这个课外读物啊 或者网络上很多啊 都有 可是我这是完整啊 像我这么完整 恐怕很少啊 完整啊 那我希望大家 因为我十五个频道 希望大家都按十五个啊 最近有一些 总算有些人看懂了 因为以前都是啊 人家看到了什么 简易表达片啊 看到了一次多一篇 他就按一个订阅 不错啊 我有帮你按哦 可是他可能搞不清楚十五个啊 那所以我后来一直提这个啊 所以最近有一些网友 不错 他不一定十五个啊 有时候十二个是三个十四 可能有些找不到 或他累了啊 但是你能够按十个以上啊 八个九个也可以啊 或者那少数有的人 就十五个全部按了啊 很棒啊 就是 就是现在就开始 有一些就开始一次啊 都是那种十个 十一个十二个啊 一直到十五个 那不错 谢谢啊 真谢谢 所以有时候 因为你们订阅我这个email都看得到啊 YouTube上面啊 这个都会传到我的email 一看 哇这个好棒啊 这个一下定十几个啊 那大部分还是订阅定一个 那我们这个摇滚啊 流行语是pop sounds 摇滚是rock 石头 你说这明明是石头啊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字啊 你怎么讲这个意思啊 我明明记得别的意思 那是一字多一啊 一个人也可以好多个性格啊 不管任何语言都一字多一啊 我们说双木林啊 是这个树林啊 老外学会 下次变林先生啊 你又搞不清楚 怎么会变成性啊 所以英文处处都在一字多一 而且有的很夸张啊 你去尝尝看IUN啊 跑步啊 有多少个字啊 这个一般的 一般字典大概二十个以上 大字典更多 所以这个我这边 我电脑里面有个英文资料库啊 就是一个字啊 有五个以上意思啊 大概有六百多个啊 六百多个字 你看五个以上的意思啊 那你说有两个意思 三个意思 哪几千个字啊 多了啊 所以英文单字 一字多一 一个字有两个以上意思 是正道 正常 一个字只有一个意思 少啊 通常什么字 就是那个字很长啊 Universe Helicopter 就一个意思啊 越常用的意思越多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这个字啊 我常背很简单啊 就会能够搞死你 为什么看起来简单 你背的时候是一个意思啊 可是它其实意思很多啊 那 摇滚除了是石头以外 也是 也是 摇滚乐 摇滚乐 这时候你就不能说石头了 甚至就是灵魂 灵魂乐 因为顺便提啊 所以我讲东西 有时候喜欢东拉西蛇啊 用意啊 不是说画牢啊 不是说画多啊 这个 当然录完了 这一集录完就好了 轻松了 不是啊 这 当然也是一方面习惯 一方面就是说 我一直喜欢大家这个 知识多一点啊 所以东拉西蛇 主要的用意是 让它多长一点知识 而不是说 好像在卖弄自己啊 或者就画多啊 这个意思啊 那 美国的音乐啊 最早就是从灵魂开乐 最早是福音歌啦 然后到灵魂乐 所以美国的歌啊 最早都是黑人的歌啊 因为黑人啊 这个黑奴啊 苦闷啊 就唱歌嘛 其他娱乐啊 其他什么东西被压榨 就唱歌总可以吧 所以他们唱 但是都悲歌 都是悲歌 因为都被欺负嘛 所以这个福音歌就是啊 这个耶稣基督啊 解救我啊 灵魂乐啊 就是我要唱出我的灵魂 我的呐喊 我被这个雇主欺负啊 我希望幻想 我希望幻想有好的生活 所以灵魂乐 就是都是比较悲一点的歌啊 奴隶的歌 然后乡村乐啊 乡村就是比较是白人的歌 country 你不要说这是国家啊 他当时国家 可是他也是乡下啊 乡村啊 重金属啊 这heavy metal啊 heavy就沉重的 沉重的金属啊 就常常那个衣服啊 裤子啊 打个钉啊 化妆 然后旁客头啊什么啊 强调啊 这是他的风格 蓝调是blues啊 他原来就是悲伤啊 所以蓝调中文看不出来 蓝色的调什么意思啊 因为这个 他本来blues不是蓝色啊 可是我们早就翻成蓝色 也没办法改了 所以blues 还有一支对忧伤 所以blue的意思很多啊 蓝色的 蓝领阶级 忧伤的 天空 很多意思啊 所以他本来是 他是加S 他本来就加S 因为他有各种忧伤 他蓝色没什么加S 他忧伤 你忧伤怎么 是不可数啊 他有各种的忧伤 大忧伤 小忧伤 我被欺负 我小孩被欺负 欺负我这个欺负 那个是加S 所以很多的英文字啊 看起来不可数可以加S 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 所以他是一种 应该叫商调 或者叫卑调 比较符合 可是他习惯了 所以一开始说 blues我知道这是蓝色啊 所以叫蓝调 不是 他是卑调 或台语叫靠调啊 台语靠调叫哭调 节奏蓝调叫rmb啊 然后爵士乐是jazz 也是标准黑人歌啊 但是他是比较后期 为什么呢 黑人全部都唱那个福音歌啊 唱这个灵魂乐啊 都是很悲 所以后来人家说 怎么黑人老是唱悲歌也不好 所以黑人说 好我们也可以唱一点 那个轻快一点 就爵士乐 爵士乐轻快一点 他是比较散拍 一般的拍子就是一定要 三拍四拍固定 那他叫散拍 有时候拉长一点啊 他缩短就是看情况 所以他乐队有时候你唱 如果演奏到没关系啊 如果是有人在唱爵士乐啊 他可能音会拉长一点 短一点啊 所以他那个乐队要跟着 跟着的歌手啊 所以那个比较需要功力 名字叫funk sounds funk就是一般民间的啊 也可以说家伙啊 这个家伙那个家伙 福音歌是美国最早的gaspo gaspo就是福音啊 所以旧约啊 不讲这个啊 新约就是讲福音啊 马太福音 什么这个福音 那个福音啊 就是耶稣传播福音 那嘻哈呢 hip hop hip hop 然后 饶舌歌就rap 好像是用念的 念的歌啊 电音 我们一般也不讲那么长啊 就是EDM EDM 一般都讲这个电影 EDM 它的全名是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就是只有Dance这个意思就是 又唱 又跳 所以它那个音很奇怪 经过电子处理 那个音很奇怪 我们再念一下 Pup songs Pup songs Rock Rock Soul Soul Country Country Heavy Metal Heavy Metal Blues Blues RMB Jazz Jazz 节奏蓝调就是Rhythm 就是旋律 加这个Blues 蓝调 Rhythm and Blues Jazz Jazz 它是大犬蛇的蝴蝶音 Jazz 你不要念成Jazz Jazz 不是它是念Jazz Fork Sounds Fork Sounds Gaspel Gaspel Hip Hop Hip Hop Rap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 那一集讲到这里 D G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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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